这是老罗的第105个短视频了 老朋友们都会感觉到 老罗一直是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佛系形象 即使有人给我再尖酸刻薄的留言或者评论 我都微笑着回应 毕竟能在十四亿茫茫人海中怼你一句 也算有缘分吧 但昨晚这对男女把老罗激怒了 因为他们不仅违反墨尔本八点以后的宵禁 在凌晨两点半去麦当劳点餐 自己像个小偷一样躲着才没被抓住 反而说墨尔本封城就像放屁 更气人的是他们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 做成Vlog发微博 不管他只是为自己炫耀还是另有企图 无形中严重损害了澳洲华人社群 在这次抗议中的自律形象 老罗一月底从上海回墨尔本时 政治国内疫情爆发 老罗和身边所有回墨尔本的华人一样 尽管当时并没有强制规定 但我们都自觉的在家隔离14天 这一点被澳洲总理高度评价 肯定了华人社群 在抗议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今天我就通过曝光和点评 这对男女自拍并上传微博的这段视频 和澳洲总理在上周的 阿斯彭安全论坛上 再次称赞华人们出色的自律精神 向大家郑重声明 昨天的那对男女 只是墨尔本华人社群中的几少 几少 几少 几少数 现在是凌晨两点 几分呀 几分 看一下 现在几点 好 现在是凌晨两点三十三 我们准备在封城的第四阶段 冲向麦当劳买一顿晚餐 我们能成功了 你有信机吗 我有信心 麦当劳最后奖励给勇敢的人 生意的麦当劳会 谁让人开 我们勇敢的人开 视频开始 大家就可以鉴定 他们并不是为了恶而去 而是为了勇敢的挑战一下禁令 毕竟深夜的麦当劳 是为那些勇敢的坚守岗位 特别是刚下班的医护人员 和这座城市的守护者而开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 他们还是非常心虚 更能看出 深夜末本的守护者 还是非常的辛苦 CBD警车的频率 高达每分钟一到二辆 顾着顾着顾着 慢着慢着 弯着好 来 慢着 给个特写 好起来 焦急等待出餐的玉笔 相急了 相急了后面的R3 看到R3成功了后 不容不容我一提 这种情况我们成功了 阿玉笔 阿玉笔 看着他渴望的眼神 他紧张的小手也看着 还有一直在不行了 从我的小手上 怎么这样折了突然 看镜头 一笔 一笔 摸了摸 本来又不摔我的头 不是吧 我给他会觉得有病 一个能量身体有病的人 一定会 我也要进去跳 来了 这段老罗看后不由感慨 年轻真好 在凌晨都这么精力旺盛 就是觉得那位男生有点娘 还戴着一次性手套 那么怕死 还有挑战禁令那么强的表演欲 也的确算是个勇敢的人 所以Morvind分成就等于放屁 这段是让老罗感到最气愤的 就像故意杀了人没被抓住 就公开挑衅说法律是个痞 结尾处 这三个人还不忘高调的秀一下 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呢 老罗真心希望他们也没啥企图 只是年轻荷尔门没地方用 当然老罗向小伙伴们声明 这三个人只是极少 极少 极少说 来听听澳洲总理 是怎样评价华人社区的吧 我们有非常厉害的流浪人 在中国和澳大叫 那些 border changes were critical in preventing the first wave in Australia and particularly our wonderful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here and we have over a million of a population of 25 million people of Chinese heritage and as they came back home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discipline they showed in self-isolation in their communities was outstanding authorized by S. Morrison, Liberal Party Camera 看完澳洲总理对华人社区的评价 很多做国际贸易的小伙伴 说不定会问 目前中澳关系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么中澳的贸易前景 究竟如何呢 本周老罗会邀请维多利亚贸易投资局 的一位负责贸易的政府官员 从他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中澳贸易的前景和动向 明天和大家继续聊聊 昨天的话题 你有怀疑过自己得了新冠的经历吗 怎么破 赶快关注我吧 明天见